大家好,我是小薇。 Quickbank是一个老牌的联盟营销平台,特点是可以销售虚拟商品,每单提成最高可达90%。 也就是说,只要你销售了一件售价100美元的商品,就可以收到90美元的佣金。 Quickbank的推广方法有很多种,而且不需要网站,可以说是零风险的赚钱项目。 然而,很多同学在申请Quickbank推广者账号的时候,都遇到了无法注册的情况。 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就为大家介绍一种简单,成功率高的注册方法。 也就是使用手机注册,无需开启VPN,无需清空Copy,5分钟即可注册一个Quickbank账号。 在开始前,我为大家介绍一下Quickbank注册失败的原因。 因为虚假交易和欺诈行为泛滥,Quickbank会禁止特定国家的用户注册。 从网友整理出的列表可以看出,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国家都被禁止注册。 对于中国用户来讲,则完全无需担心这个问题。 因为Quickbank是允许中国用户注册的。 不过,有的同学反映在填写注册信息后,系统就会提示当前无法注册。 请在三个月后再次尝试。 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种,例如你可以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注册。 在注册前,首先清空浏览器的缓存、关闭、VPN,按照步骤输入信息即可。 如果仍然无法成功注册,你也可以联系Quickbank的在线客服,提交表单。 说明自己在注册过程中遇到了问题,请协助解决。 我会把这段文字放在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。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提交表单,只需进入Quickbank的主页,点击Support按钮。 在客服类型一栏,选择Affiliate Help选项。 最后,点击右上角提交表单按钮,简单地描述一下注册失败的原因,提交即可。 在收到你的表单后,客户一般会回复以下文字。 Quickbank会要求你使用新的邮件地址注册,并提供身份证、驾照。 你只需按照要求,点击邮件中的链接,并提交身份信息,就可以完成账号的注册。 因此,如果你来自中国地区,在注册Clickbank账号的时候,我建议大家使用Chrome浏览器、清空缓存,并使用网易、Gmail邮箱注册。 由于Clickbank是可以直接访问的,我们不需要开启VPN,避免因为注册地址和IP地址不匹配,而导致账号注册失败。 除了通过电脑端注册,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为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方法,那就是通过手机端注册。 现在,我就为大家演示一下操作流程。 本次操作中,我使用苹果系统自带的Safari浏览器完成了注册。 使用安卓系统的同学也可以选择Chrome浏览器注册。 输入Clickbank.com,点击Sign Up注册按钮,国家一栏选择中国。 分别用英文填写你居住的街道地址、省份、城市、邮编、语言,完成后进入下一步。 在收款人PayName一栏,填写你的真实姓名。 账号类型选择,Promote Products as an Affiliate。 收入调查一栏,你可以选择0到25000美元。 下一步,Clickbank会要求选择一个Nickname,也就是你的用户名。 完成了用户名的选择,你就成功注册一个Clickbank账号,并可以开始推广商品了。 Clickbank在2019年更新了系统后,允许用户同时管理多个用户名,用于推广不同类型的商品。 你也可以创建多个用户名,点击任意用户名,就可以进入到付款设置页面。 Clickbank支持支票,便会付款。 由于支票的付款周期和提款过程非常复杂,我不建议大家使用。 我建议大家注册一个派安营账号,然后在Clickbank后台添加美国银行卡信息,即可收款到中国银联卡。 如果你还没有派安营账号,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观看注册教程。 现在,我们就完成了Clickbank账号的注册过程和收款设置。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,使用手机注册的成功率更高,也更加便捷。 如果遇到了注册失败的情况,也可以以提交表单的形式联系Clickbank的客服人员解决。 在之前的节目里,我已经讲解过很多Clickbank联盟营销推广赚钱的方法,欢迎大家收看。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本频道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或者联系小微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,再见。